1月15号中国足球发展已经面临新的危机 低级别球队纷纷退出职业连载 来自足球报的最新消息 2020年1月15号是中国足协规定 各俱乐部上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最后截止日期 到目前为止 四川FC俱乐部没有找球员签字 也没有准备向中国足协提交参加2020赛季 相关的审核材料 这意味着四川FC俱乐部将放弃中甲资格退出中国职业连赛 除了穿足之外 目前欠薪接近一年的辽宁宏远俱乐部也面临着解散的危机 球员们仍然没有在确认表上签字 其中球队教练通知球内各球员各自寻找下架 除了穿足辽足这个传统俱乐部之外 中甲还有一家俱乐部没有在工作表上签字 那就是广东华南虎 近日广东华南虎俱乐部正式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发布了百分之百股权转让的公告 挂牌高达1.8亿人民币 挂牌时间为2020年1月6号到2月5号 川足已经确认无药可救 辽足和广东华南虎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七次回升呢 明年这一切都会有答案 在光鲜亮丽的中超下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已经寒冬 这些低级别的球队纷纷退出 那么中超真的就完了 完了吗 各位怎么看